12点还没到就由李明来到里长服务处 拿身份证换兑换卡 准备领取爱心便当 这些便当都是里内的爱心店家和善心企业赞助的 因为针对这个疫情 让百业都受到影响 那他们就发起这一份的善心 想要协助我们新光里的 这些受到影响的这些低收 或者这些疫情影响的生活家庭 来有一顿的温饱这样子 便当来了看看便当的菜色 有蔬菜豆腐还有肉燥相当下饭 李明义去拿着兑换卡里便当 这些便当其实是这家严肃鸡店的陈老板制作的 因为他平时就热心助人 在一位公司董事长赞助经费之下 就用店内方便采买的食材做成便当 就是比如说我们严肃鸡里面的菜色 我们有四季豆花椰菜 这些东西不会错改变这样子 然后可能有炸物就是鸡腿 或者是鸡块 那如果有时候在这个物价最近比较贵的时候 我们就取代成就是有点算 肉燥 蛋 这些把它凑出一个 让老人家吃得饱的餐点 在两位爱心店家企业一拍集合之下 里长也提供服务处的场地和志工 协助发放便当 给里内的弱势民众 或受到疫情影响生计的里面领取 陈老板还表示 他很乐意做这样的善事 也感谢善心企业愿意赞助他帮助更多人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其实力量有限 然后就遇到了新司机的吴董事长 他就说这样子好了 我们做大一点 让地方有真的有受惠到 那由他来赞助这样子 那这个动作可能可以延续 就是说在疫情这段时间 我们不会停止 如果有地方有需要我们的时候 可以联系我们 发放的时间是在 每周二跟四的周五十二点 那由我们陈老板来长厨 制作这个美味的便当 陈老板付出他的料理好手艺 背后又有企业赞助和里长的协助 让他的爱心美食温饱需要的人 帮助弱势民众不被疫情打倒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导 赖昌邦 高雄报导